刚才我说的金融股是近期其中一个 撑着市的力量 尤其是国际性银行 本地银行股炒加息的憧憬 内险那些看内地好像经济也不错 内银股其实都开始在发力 留意其实四大内银 大家都经常说收息息率很高 未来6月底到7月头就陆续会随正 最快就建行6月29日会随正 公行7月4日 中行农行7月7日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部署一下 在随正之前 值不值得买入财息兼收呢 其实就没什么大关系 大家都知道派息随正 到最后的股价都会有个相应调整 除非你说 随完正之后大家都还是继续买 股价调整完之后 立即上回来就另计 如果你看过去的一些经验 每次内银股去到6月尾 7月头就是会随正 基本上就不是一定的股价会再升 譬如你说拿回去年的经验为例 去年6月尾 7月头除完正之后 去到7月中至8月初那段 内银都是要跌的 所以就不是代表着 你买了之后收我计 你博个价又可以再升 这个就没有一个很必然的定律 反而如果你问我对内银的看法 现在就开始会趋向保守一些 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内地要刺激经济 当然你说贷款上面去鼓励你放多些 但是同时间在那个利率上面 都要求你减的 譬如你说之前LPR都剁下来 一减减15个点子 接着就讲一些房贷的利率 亦都在那个下限上面再调低一些 所以接着银行在那个 所谓的资产收益率上面 一定会有压力 但是你说它接着会不会在一些 譬如降准或者MLF利率上面 可以是有一点点调整 令到银行的负债成本可以减低 但是这个空间又不是说真的太多 还有都有一个风险都要留意的 因为始终如果你说现在内地经济 都还是比较弱一些 譬如有些可能公司是捱不住 或者可能他们有些到期还款 还不到的 那现在政策上面 可能要一些银行就不要追收着 就自己可能都要迫着吃了去 就是将一些坏账要做好一些撥秘 那房地产方面的风险也都未完全消除 因为这几个月都有很多到期的房贷 或者那些债券是要熟悉的 可能那些银行或者某些保险公司 都持有了不少 或者做了不少这些房企的贷款 那要小心一点 所以暂时你说内人 我觉得昨天那段急升 就未必说可以长期去维持 譬如二建行的 那你说接着可能跟个市场再弹高一点 那时候去到比如五个八五个九这些位置 又是会有很大的阻力 所以炒内人都是一些很短线的炒下上落 炒下波幅为主就算了